我們要創作屬於我們自己向長輩分享的Light圖 過去長輩都在用Light圖向我們洗腦他們的價值觀 我們今天就要逆滲透回去 我們要設計出屬於我們的 晚輩Light圖 對 過去我們有很多惡搞那種長輩Light圖 幾年前智慧型手機開始大量普及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神奇的社會現象 長輩Light圖 用著最新潮的技術做著最老氣的祝福 這個極為突兀的畫面引發了網路上的騷動還要討論 有人覺得長輩開始學習新事物總是好的 而有人卻不堪每日三餐的祝福與問候 尤其是長輩圖驚悚萬分的視覺張力和不知所欲的聽君一席話 如聽一席話的人生建議 更別提像我一樣 身為有著一個會逼你回訓習老媽的亞洲兒女 長輩圖真的不看難受 看了難受一整天 哈囉大家好我是Landon 時隔多年 網路世界早就和習日不同而語 長輩愛傳Light圖的線上有好轉嗎? 並沒有 其實時隔多年 有些長輩也已經慢慢的進化 開始會買貼圖或是學會用豬英打字 甚至有些已經開始會傳影片或是短影音 但是整體來說 我現在有的親戚好友的群組 還是一堆長輩圖 而且還有一堆假消息和對岸盜片仔的短影音 或是什麼網路綜藝秘方 養生小訣竅 有一陣子還很流行這種麥克筆寫的笑話 但是笑話都超冷的 最搞笑的是 其實長輩圖的現象不只在台灣 世界各地都有屬於自己的長輩圖 雖然內容上可能不太一樣 但大體上都逃離不了長輩圖三寶 糟糕的畫質 視覺暴力的設計 和沒營養的內容 不過其實也不意外啦 回想當年我們第一次使用World的年代 也很熱衷使用文字藝術師把字扭來扭去 高中剛開始學設計的時候 也很容易亂用一些顏色和特效 畢竟被新鮮感重昏頭 會很容易失去正常的審美能力 當然有一些人失去之後就再也找不回來了 一言之現在長輩圖的形式已經遠離 當初那個在社區大學修修圖 在客廳沙發上打打字的單純年代了 而且這種圖其實年齡還有逐漸下修的趨勢 前陣子我才驚覺身邊好友動不動就在轉發什麼語錄 正能量小故事 其實這跟長輩圖好像是完全一樣的東西 什麼真正的愛情是怎樣怎樣 而人生的真相就是巴拉巴拉 看來稍不留神我們也要逐漸變成長輩了 不過雖然長輩使用社群網路的技能也在逐漸精進 其實還是可以看得出來世代的差異仍然一直存在 尤其是台灣漸漸邁入了高齡社會 煤蛋的代溝也越來越深 在這個打電話不用錢 遠端直播越來越同步的時代 我們可以更輕易的找到對方 卻也更難走進彼此的心裡 關係似乎走得越快離得也越遠 手機少換幾代 離開熟悉的生活圈子才短短幾年 回頭一看瞬間就風雲變色 有些跟不上的人乾脆就停了下來 財富、人際關係、價值觀、世界觀 每個同溫層的差異正在彼此劇烈的拉大中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跨出一大步 用長輩最熟悉的方式 我們年輕世代應該要努力向長輩們表達我們的價值觀 拉近彼此的距離 我們不要只在Stash上抱怨老人了 也不要都發現動說爸媽都不懂自己了 今天我要發起一個計劃 我們要創作屬於我們自己向長輩分享的Light圖 過去長輩都在用Light圖向我們洗腦他們的價值觀 我們今天就要逆滲透回去 我們要設計出屬於我們的晚輩Light圖 對 過去我們有很多惡搞的那種長輩Light圖 各位我們絕對不是要那種東西 我們需要有晚輩的技術加上晚輩的靈魂 加上我們的創意 廢話不多說我們馬上進入教學 相信大家雖然看過很多長輩圖 但是要我們自己做一下子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首先我們一定要修正長輩所犯的錯 一張好的晚輩圖難度不能太大 一定要用手機就能夠做出來 不過因為晚輩的學習能力普遍比長輩強 所以我今天會拆成兩種等級 一種是初階版 一種是高階版 那麼首先我們要上一個免費的圖庫網站去找圖片 絕對不能使用Google的圖片搜尋 那個太low了 我們今天要用的是Pixels網站 這個是一個完全免費的圖庫 但是還是有些使用規範大家要注意一下 原則上今天拿來做晚輩圖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基本上用這裡的圖案你就已經成功戰勝市面上90%的長輩圖了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要放上我們要寫的內容 那這個內容就是另一個精髓了 我們當然不能放什麼晚安你好 禮拜一幸福的開始 或是記得回家吃飯這種內容 那咱們可是晚輩嘛 我們要展現出我們這個新世代青年的觀念 那我自己先示範一下 那我這邊就先找了一張捷運的圖片 那因為圖庫沒有台北的捷運 所以我就稍微找了一個比較像的代替一下 然後用手機本來的軟體 就是調整一下明暗加上一些模糊 然後放上內容 那最近不是很多老懷 不是長輩在那邊說 博愛座是老人座 那不去坐計程車 在那邊把捷運當普悠瑪畫位座 所以我們就先放上這句話 博愛座不是老人座 但是這樣子就有點太刺眼了 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老人都這麼不明事理 所以我們就要放上一段教育部 對博愛兩制的注釋 博愛就是平等及便及眾人的愛心 任何人都需要平等的愛 如果今天博愛座是老人專屬 那就是偏愛老人 那就不是博愛座 就是偏愛座了 所以放上這段注釋 完美 然後最後再上分享出去中文小知識 給長輩一點台階下 那麼基本上就完成了一張簡單的晚輩圖 那麼如果你本身有下載一些簡單的手機修圖軟體 可以在更進階做出這樣的效果 切記不要用太過複雜的字型或是邊框的來強化重點 用字型的大小來區分段落還有重點 會看起來更有質感更簡單有力 然後整個畫面不要超過兩種顏色 如果背景顏色深就用白色跟黃色字 如果背景顏色淺就用黑色字或是灰色字 也不要隨便換字型 用字體的粗細來區分重點就好了 那麼現在我就放幾個其他的設計給大家看 群組不傳謠言圖 掛斷再打165 很多長輩的退休沒事在家 除了亂看一些假消息之外 就是容易遇到戀愛詐騙 假的法院電話還有假投資 然後很多長輩會不好意思打165 怕被覺得天啊我被騙得很丟臉 這張圖就是走一個長輩最愛的順口溜 然後還有一些生活應用類型的 我今天不會回家吃飯因為媽煮的太好吃 我要省著點吃 我今天會超過10點回家 不用擔心我會走最快的直線回家 公務員的生活很穩定 每年都穩定的失去一點活著的動力 還有專門給老闆的 豬有豬舍雞有雞舍 我住的地方都沒有你還要我做牛做馬 另外也歡迎學生用這種方式 和爸媽還有老師溝通 我很小心 我不會隨便拿陌生人給我的糖果 和信義區的地契 大人都是對的 那為什麼做壞事的都是大人 罰操考試就會考好 那還需要你教幹嘛 大家學起來了嗎? 看到這裡如果你還在這 恭喜你進入了高級的領域 這個版本我們比較需要動用一些 比較專業的設計軟體 那今天我用的是Adobe Illustrator 但不用擔心 我不會用什麼困難的特效和技術 如果你有好好學起來 其實用Canva也做出來 那麼既然用到設計軟體 我們就要做出更高等級的晚輩圖 剛剛那些初階的晚輩圖 雖然非常有說服力 但是頑固一點的長輩是不會買單的 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你居然用我的魔法來對付我 我才不吃你這一套 就是我們不能讓他們覺得 那個晚輩圖是我們做的 而是更具有專業背書的單位 所說出來的話 所以首先我們要先升出一個 為我們背書的單位 那麼我首選這個新聞媒體公司 雖然台灣的媒體有一半都是垃圾 所以我們要做出一個 有國際感的媒體logo 我就依照GPT給的建議 選擇這個世界創美VistaVerse作為名稱 然後我就設計出了這個標準字 和這個logo 簡單就好 大家不要小看這個步驟 只要放上這個logo 就算是你打上一些幹話 依然非常有說服力 這個份量完全不一般 既然我們已經搖身一變 成為了一個國際性的媒體 我們說出來的話 就要看起來像是報導 或是名言家劇那種的 那麼首先我們要去AI 生成一張亞洲企業家 然後把這個圖放到畫面的中心 然後打上這段話 年輕人不需要長輩的一句話 而是一筆錢 長輩都很喜歡送給年輕人一段話 乍聽之下都很有愛心 其實很多都是沒有幫助的道德教訓 但是如果我們直接跟長輩講這種話 那一定會被長輩擺眼 年輕人自己不努力就想要賺錢 那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撇棄掉某一些啃老族 很多年輕人其實是很有骨氣 是不會隨便跟長輩拿錢的 但這不代表我們就想要聽長輩的訓話 我們可以不要錢 也不要訓話 那如果想訓話 不如給錢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們要借助看起來一點白手起家 完全不存在這個世界上的成功人士 說出來這段話 那長輩可能就會想 對啊你看K董用了老爸的錢 還幹的有聲有色 不是每個人都跟某些富二代一樣 有了錢超跑就亂停路邊 然後為了增加說服力 我們來給阿伯一個名字好了 抬頭就寫這個董事長 然後名字要想一個符合他年紀的那種 本土氣息爆開的名字 叫那個黃清水好了 OK 然後一定要有這個英文名字 叫Alan好了 然後最後放上Logo 然後可以加上一些網路營銷的什麼關鍵字 富人思維 創業迷思之類的 OK 完美 那麼最後一張圖啊 我找到了這張很漂亮 像電影一樣的這種藝術攝影圖 有點像王家衛電影的這種Fu 我想放上的字是 爸媽對不起 我是一隻金魚 沒辦法像你們一樣 成為一匹快馬 我想應該有很多年輕一輩 最想和爸媽或長輩說的話 就是希望他們能夠理解自己 支持自己吧 這幾年下來 雖然教育和社會都有逐漸的多元發展 但華安社會的家庭特色問題仍然是持續的存在 年輕一輩還是時常有活在長輩陰影下的感覺 父母的期待仍是嚴重影響青少年自我認同的關鍵 近幾年來憂鬱症以及心理疾病的問題 頻繁地冒出 迷惘 徬徨 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能做什麼的人越來越多 學非所謂的問題也越來越嚴重 無論是家庭或是社會 似乎我們與上個世代的長輩們 永遠沒有辦法互相說出自己真正的想法 長輩讀說穿了 不就是長輩為了融入世代所做的刷存在嗎 網路世代的瞬息萬變 與長輩十年如一日的過去有著天壤之別 這是他們盡了全力想跟上世代的證明 兒女長大離開了家 不在家裡也不再需要他們 有些長輩拼了命的傳圖片 甚至情樂孩子 渴求他們回應 正是反映了長輩動搖的自我價值 有很多長輩退休後離開曾經工作 社交的核心圈仍然放不下一切 可能雄心壯志還沒燃燒完 或是不能接受什麼都不做自己 但過去的年代並沒有如此重視自我感受 很多長輩將這股焦慮轉換成了憤怒 道德教訓 把一代不如一代 想當年現在的年輕人等等掛在嘴邊 把年輕一輩視作奪走一切 取代自己的原因 年輕一輩也有一肚子抱負 也有一肚子委屈 辛苦聽話了一輩子 卻沒辦法成為理想的自己 年輕人也渴望擁有經驗的前輩帶了自己 為自己的人生指點名錄 但身邊的長輩卻總是叫他們聽話 教他們那個年代的生存本領 吃苦耐勞 合理不合理都是天意 但年輕人不願意走長輩走過的路 開始認為他們無比自私 搶佔資源又瞧不起自己 不願意理解他們 想法落後又過時 年輕人對於長輩圖的嘲諷和尷尬感 其實也是反映了自己對於長輩生活的陌生和不知所措 其實不管是長輩圖還是晚輩圖 我都希望這個世代能夠停止關係冷漠的循環 重新開啟對話 別忘了有一天我們也會成為長輩 當然我們不可能真正理解長輩 就像長輩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我們一樣 社會毅然每一個世代都一定會彼此有代溝 希望我們都能開始有耐心的傾聽彼此說的話 也懂得尊重每個人的生活空間和價值觀 不依勞賣勞 不血氣方剛 以上的教學純屬娛樂 大家要謹慎使用不要成為假消息的幫兇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